主席 我們請署長 來 請李署長 郎委員早前 署長早前 我看到你就很想要說台語 來 今天我們要問 就是要討論的是這個環評的議題 那我想問一下署長 你知道這半五月 我們現在新政府 在網路上面 把麻料最累的是 多兩件事嗎 應該像這個長 上禮拜三圓棕櫚 很熱烈的討論 就和環評有關的來講 第一禮拜的亞洲水尼 也討論很多 大概這兩個案子 含環保署有關係 是這兩個案子 對啦 這是在我們環保署這個 主政的部分 對 主政的部分是這兩件 最近當然是這個三圓案的部分 討論的最多 被罵得最兇的一個案件 當然另外一件也是在本委員會 就是週休二日 昨天我們才討論過 是這兩件 好 那我們就要討論說 大家質疑的部分是哪裡 大家質疑的是說 過去國民黨政府不敢過的 什麼民進黨政府一上台 就過了 大家都在質疑這件事情 那一天的環評會議 基本上照理來說 這麼大的一個開發案 應該是本來是署長要參加 結果是我們的副署長去主持那個會議 你一天有什麼行程 這麼重要 這個會議沒去 其實不是 其實在唱一次的 第一次的環評會議 我也主持的 就否決了一個開發案 那個相關的採礦案 我們個案就尊重了 盡量不用去提這個案子的名字 所以在那個時候 就像我剛剛向委員報告 在第一個禮拜 我就委請詹副作 針對環境影響評估 因為他在 他當過環評委員 這中間他打過很多環評的訴訟 他的專業 我認為是環保署的資產 是國家的資產 所以我特別拜託他 合法研究這個企業 所以他和這個我們的 中技術負責的單位 研究開會很多次 所以因為這個問題 還包括我們和環評委員的座談 這些事情都做到以後 我覺得應該要交費 完全發費 所以那天我第五樓 他第四樓主席會議 我是挑戰要拜託他 好好下去發費 但是就是委員都會 包括媒體 我剛才說 媒體第一分鐘 到最後一分鐘 七點半 都從頭到尾 每一次的會議 都從頭到尾 媒體一堆都在那邊 所以他整個過程 是很透明的 如果說爭議 不一定代表我錯 爭議不代表環保署錯 也有人替環保署說話 比如說黃慧芬教授 他的講法裡面 就我認為他很詳盡的說明 這各單位有各單位的權責 要做通過 還是說要做不要通過 都要勇氣 但是就是客觀 中立還有勇氣 所以你這件事就是交付 給我們詹副所長來主持 來做這個全權的一個 一個從頭到尾的一個追蹤 跟一個交辦 也是授權 我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才華 個人 以個人的才華去發揮 從東海岸轉到東海岸 那現在東海岸就有四個大型的開發案 我先有我們署長都知道 這四個我也不點名了 那最近炒的這個三元的這個案子 也大概十年了 十年的時間也非常長的 從你們之前民進黨政府在執政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已經十年的時間了 那這個開發案的 這個面積是美麗灣的四倍 那房間是六點八倍 這署長你都知道 那我想要問的一個問題是 我們台東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開發案 我們請教台東的一些地方的事物 也有一部分 我覺得不只有一半一半 因為我要激起適度的開發 也有這樣說 我也有卡一些地方的問題 當然但是環評制度 他就必須要客觀中立 那剛才報告說 我們所關切的事項有哪些 他是一個環境差異的分析 這次因為十年前就通過了 都會他三年不開發 所以一定要重提環差分析 所以我是就那個部分 對照表下去進行 他這個案子 他是在海岸這個沙灘 沙灘有一個公路 公路的裡面 我們在說那個 美麗灣是在公路的瓦海 他是在公路的瓦山這邊 包括他脫地 他把縮小面積 他要怎麼處理 我剛才那天就是 不斷地問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他的廢水怎麼處理 水怎麼來 大概被講了好幾次 水水公司的文是怎麼寫的 那個加壓站要怎麼處理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在開發水源 你說沒有在開發新的水源 類似這些事情都很具體的 所以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說 所以剛才我報告說 總統也有了解 所以說整個東臺灣 臺灣觀光產業是臺灣很重要的 沒有煙囪的產業 他應該就像奧貝斯山的登山 長血的地方 也可以有一些住宿的地方 現在就說有沒有過量 有沒有在那個一定的環境的 承載能力裡面來處理 因為我時間靠悠寒 我有一些問題來想問 反正你現在是支持適度的開發 我擷取重點適度的開發 按照標準法令的標準來看 大家都遵守法令 那現在這個觀光局的東莞處 其實之前他也有一份報告 就是這個都蘭地區的一個 觀光永續發展的評估案 他裡面也有說 如果現在就是都蘭地區 他這些開發計畫都完成之後 現在供給大於需求 那所以說他建議是說 應該更新老舊的一些旅館 跟飯店就好了 那既然說這個東莞處 他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這樣子的總量管制的一個規劃 我是不知道有什麼 我們這個環差審核 會有條件的通過 我要問的是說 那天我們出席的 應該是17位的委員 我的資訊應該沒有錯 有10位是通過 同意的 那這個名單可以公開嗎 這個沒有問題 我環評委員 因為這個整個過程 每一位委員的發言 記者都有錄音 整個過程 大家表示的意見 都是歷史紀錄 都完全透明和公開的 這10個有我們政府部門的代表 應該沒有 我為什麼沒有 就是說因為政府部門 機關的代表 他每一次會議 可能都不同的人來參加 我個人的解讀 就他主管的事項 譬如說我們做主席的 是剛剛前半段 都會追尋 我們不會對這個部分 有沒有法律上的 自來難選還是違法部分 都會問清楚 所以我們現在政府部門 所以他們基本上 他們沒怕手 沒怕手 所以我們說的 我們這都是專家學者 贊同 所以我們新政府 基本上還是沒有支持 這樣的一個開發案 如果以這次的表決 來看的話 目前是比較保重 也不能夠這樣講 不能夠這樣講 就是說他們認為 就是 因為這個表決制度 他可以參與表決 就是正好至少這個部分 他認為以他主管的事項部分 你剛才說的 那麼交通部如果說 這個時候要撤回 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尊重 因為他之所以會送來 就是他原則上 他贊成開發 才會送過來 不然就不應該送過來 所以這個部分 到底在什麼樣的程度 算是適度 這個部分大家 就需要做政策環評 總之那一天 是有條件通過了 那現在 當然這個環保的團體 他質疑 有兩項程序上面的問題 是比較大的 第一個是 原住民基本法 這個原住民基本法的21條 我唸一下 政府與原住民族地區 規劃設置這個國家公園 或國家疾風 特定區 林業區 生態保育區 遊樂區 以及其他資源的一個 治理機關的時候 應徵得當地原住民的同意 並與原住民建立 共同管理機制 那剛會議聽說 也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 但最後是沒有獲得一個 妥善的處理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部分就是 原民會的權責 所以 如果委員不反對 我們原民會 王副主委 在這個地方 他可以來說明一下 好 那我們請 副主委 那個不是環保所謂權責 我們會尊重原住民的主政機關 因為這個會後 你們有發 那個原民會有發新聞稿 表示深切的遺憾 好 那開發者呢 那開發者呢 在很多的這個意見的表達 都對這個是 採取是比較排斥 那麼最後是只有 這裡有三個部落 一個是赤同 一個是都蘭 一個是加入蘭 好 那麼只有赤同 這個 這個有勉強進行 但是呢 我們看他的這個 這個 布魯會 他並沒有按照我們規定的一些程序 所以我們覺得是 沒有 這個 應該是不算是有進行 做這個程序啦 所以 原民會對於這個部分其實是 認為說他們沒有遵照程序去做的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海岸管理法 因為 未來這個地點 有可能是我們海岸管理法裡面的 重要海岸警官區 那以及 海岸二級保護區 所以 這個還會有這個 海岸管理法的一個部分的一個問題 我要問署長說 那這個案子 到底 符不符合這個 這個量法的一個規範 就是說 這個 有關不同的部會 譬如說今天我們也有這個 土地的機關 內政部 等一下營建署 會來做說明 海岸 這個土地要怎麼規範 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尊重 相當的權責機關 來處理這一塊 我們就是 就剛剛所講 我們各項的 水 這一項空氣 各項的人 這一各種衝擊 我們來做一個 環評 那一天是因為那個案子 是因為以前已經環評通過 那一天是做一個差異分析 不過因為那天我看有一些報道是說 這個案子 就是 這兩法 不是用這個環評 我不曉得說 我也請我們占負 在前半段 他徵詢相關有關機關的部分 如果有 來補充這一塊 我後段主持的部分 都沒有再提出異議 前段是不是有補充說明 有關相關機關這個部分 是 我想我們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在做開發會當 那個開發單位報告完 以及陳情民眾 表示完贊成或反對 各方面的理由之後 那在場 其實我們有徵詢現場各委員 或者機關 針對這個開發案 還有沒有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在 需要再提問的部分 那當然當場其實那時候是 除了專案小組召集人 報告他們審查過程之外 以及為什麼他們做出 那個要通過的結論建議之外 就沒有其他委員 就有再進一步表示意見 那是一直到 內部討論的時候呢 才有在把 這個原期法21條的知情同學 應該在什麼時間來行使 以及內政部海岸管理法 這個相關的這個權責 應該在應該怎麼樣來實行 該不該放到 環評機制來審查 還是應該回到他們的 目的事業 本營他們的權責來審查 還有在內部討論 那我們是認為 各目的事業主管 該有的權責應該 讓回歸到他們的機制去審查 不應該全部都放到環評制度來 讓他超過他的負載 好 黃委員我可以補充一句嗎 好 這個你如果說人命 我要付這個責任 環評委員 一個月要開兩次會 一次都開五六小時 那個投入起來是很重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我們要尊重他們的這個專業 該不該另外一個事 對不對 這個政府機關 我做一個市長 這個部門我要負完全責任 好 這樣我了解 我要說的就是說 我們如果今天已經有這兩個法 但是我們在環評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認為說 我們應該把這兩個法 放進來一起做一個評估 不應該去遵守這兩個法的規範 那其實我就不曉得說 這兩個法 它的一個精神要怎麼樣去落實 因為你環評 頭前你已經生氣被破壞了 你後面這兩個法有什麼用 就也沒有尊重我們原住民族 那也沒有尊重我們這個海岸管理法 那接下來要怎麼辦 那我現在最後要講一句就是說 你們剛剛已經有定出 你們中期長期要做的事情 可是令底葉三元案這當中 有很多精神都沒有辦法去落實 那這樣子我們人民怎麼樣去期待 你們